平凡的世界 作者 陆瑶 第199集 伟大的生命 不论以何种形式 将会在宇宙间永存 我们这个小小星球上的人类 也将继续繁衍和发展 直至遥远的未来 可是 生命对于我们来说 又多么短暂 不论是谁 总有一天 都将会走向自己的终点 死亡 这是伟人和凡人 共有的最后归宿 热情的诗人高唱生命的练歌 而冷静的哲学家却说 死亡是自然法则的胜利 是的 如果一个人是按自然法则 寿终正寝 就生命而言 死者没有什么遗憾 活着的人也不必过分地伤痛 最令人痛心和难以接受的是 当生命的花朵正蓬勃怒放的时候 却突然间凋谢了 人类之树 谁知凋落了多少这样的花朵 凌落成你 碾坐沉 只有香如故 美丽的花朵 美丽的花朵 凋谢了 也是美丽的 是的 美丽 美丽的花朵永不凋谢 那花依然在少平心头开放 瞧 又是春天了 复苏的万物就是生命的写照 从矿区望出去 山野里到处都是盛开的桃花 杏花梨花 一片如霞的飞红 一片如玉的洁白 小河边 泛起了淡淡的浅绿 祭坟的纸钱 在暖洋洋的春风中飘飞 旷医院后面的山湾里 见或传来上坟妇女 如怨如素的哭泣 犹如在唱一支眷恋往昔的歌 这是一个伤感而断魂的季节 孙少平上井以后 洗完澡换好衣服 便一个人走出 轩腾不息的矿区 他看起来 比过去消瘦了一些 眼神和脸色 却更加严峻 头发 总是被汗水全躯的 淋淋乱乱 他匆忙而专注地走着 似乎要摆脱什么 抑或在寻找什么 又像是有谁在召唤他 像通常那样 他从矿部旁 那个小山坡走下来 走过黑水河上 摇曳着绿枝的树桥 爬上了对面山 不停留地一直走向山野深处 然后 他随意在某个无人处 停下来 或坐或躺 或久久地驻足而立 多少日子来 他天天都是如此 现在已是下午了 他斜躺在一片草地上 出神地看着眼前 几朵碎金式的小黄花 偏西的太阳 温暖地照耀着山野 春风轻柔地 似乎让人感觉不出来 周围没有任何一点声响 过分地寂静中 他耳朵里产生了一种 嗡嗡的声音 这声音好像来自宇宙深处 或沉闷或尖锐 但从不间断 像某种高速旋转的飞行器在运行 而且似乎就是向他飞来了 他久久地躺着 又像往日那样 痛不欲生地想着亲爱的小霞 思维陷入到深远的冥冥之中 眼前的景色渐渐变成了模糊 缤纷的一片 无数橘红色的光运 在这缤纷中静无声息地旋转 他看见了一些光点 在其间聚集成线 点线又组成色块 这些色块在堆垒 最后渐渐显出了一张脸 他认出了 这是小霞的脸 他头稍稍偏歪着淘气地对自己笑 这张脸是有动感的 甚至眼睫毛的颤动都能感觉到 嘴在说着什么 但没有声音 这好像是小霞过去某个瞬间的形象 对了 是古塔山杜梨树下那次 少平拼命向他喊叫 但发不出声音来 不过小霞肯定会看见他的泪水了 无论他怎样无声地喊叫 那张亲爱的笑脸随着色块的消失 最后消失在了那片缤纷之中 不久 连这片缤纷也消失了 天空山野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他还斜躺在这块草地上 寂静 耳朵里又传来了那嗡嗡声 不过这嗡嗡声似乎越来越近 并且夹带着哨音的尖锐呼啸 他猛然看见山澳那边亮起一片尘光 那嗡嗡声正是发自那尘光 尘光在向他这边移来 他渐渐看清 尘光中有个像圆盘一样的物体 外表呈金属质灰色 周围有一些咸窗 背排固定不变的橙色光芒照亮 下端上有三四个黄灯 圆盘直径有十米左右 上半部向上凸起 下半部则比较扁平 圆盘悬停在离他二十米左右的地方 那东西离地面大概只有几厘米 少平看见 从圆盘中走出了几个人 外形非同寻常 少平畏惧地看见 那些人只有一米二三高 脑袋上戴着类似头盔的东西 背着背包 或者说是箱子 其颜色和头盔相似 是暗灰色的 从背包上部伸出一根套管 经过脖颈与头盔相连 另一根似乎更细的套管 同那些人鼻部与背部的背包相连 一共三个人 他们一走出圆盘 便用一个呈反T字形的仪器 似乎在勘察地面 仪器两侧不时射出闪光 像电焊发出的电弧光一样 他们发现我了吗 少平想 他索性咳嗽了一声 那三个忙于工作的人 回头看了看他 两个人继续开始干活 没有理他 而另外一个人 却向他走过来 他得到了心电感应 你不必害怕 那人站到了他面前 他看见 这人两只眼很大 没有鼻子 嘴是一条缝 手臂大腿都有 膝盖也能弯曲 戴一副像是铝制成的眼镜 身上有许多毛 脚 类似驴和山羊 那样的蹄子 你好 这个人突然开口说话了 而且 是一口标准的北京普通话 孙少平吓了一大跳 不过 由于他说的是人话 这使少平镇定下来 他立刻产生了 很想和这个人交谈的愿望 少平问 你们来自哪里 我们来自银河系 就是你们地球人说的 外星人 我读过几本有关外星人的书 说你们用心电感应 和我们沟通思想 是这样吗 少平问 外星人回答 是 我们能这样 你们能猜测 我们所思考的问题吗 那当然 不过 一般我们不想进入别人心中 如果不这样的话 我们连没有必要知道的事 都知道了 那么说 刚才我看见了我死去的女朋友 这是你们为我安排的 是的 你思念你女朋友的念力太强大 使得我们不得不捕捉 我们同情你 就用我们的方法让你看见她 我们储存着地球上所有人的资料 你能让她再活过来吗 不能 连我们对自己的生命也做不到这一点 不过我们的寿命很长 平均年龄要超过两千岁 当然 是换算成你们地球标准的年龄 那么 你多少岁了 换算成你们的年龄 是六百岁 在我们那里 算是年轻人 按你们这个国家的新说法 可以说属于第三梯队 就我们看来 活得那么长 这也不是生命 而只是一种灵魂的存在了 对 也不对 某些生命达到了高度完美 精神就不再需要物质肉体 就好像是生活在纯粹的精神世界 因此 用你们进化论的水准 实际上不可能与他们接触 你的中国话说得非常好 地球上自古到今的所有语言 我们都懂 我们有这些语言的完整资料 学习某种语言用不了几天 一种特别装置 把我们和类似电脑的东西连接起来 这些语言 就像出自本心一样 自动就说出来了 我现在可以用黄原方言和你交谈 你们对地球人抱什么态度 是好意还是恶意 大部分外星人从不加害于你们 当然 太空中也有个别邪恶的生物 把你们的人抓回他们的星球做杂工 你们地球历史上 常有大量人集体失踪的事件 你可能不知道 美国一位专门研究超自然现象的专家 白赖特史德加博士 就写过一本 奇异的失踪的书 收集了不少集体失踪事件 所牵涉的人数由最少十二人到最多四千人 呀 你的黄原话 简直让我感到像老乡一样亲切 那么我想问 你们的飞碟为什么降落在这地方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我们对地球上这一代的地质情况很感兴趣 我们想了解这里在地球第四季以前 所形成的基岩情况 你们也已经通过古地词测定而知道 整个黄土高原至少从更新市起 就已开始堆积 按你们的时间算 距今已二百四十万年了 从那时以来 在整个第四季期间 黄土陈基面积逐渐扩大 形成了大面积连续超负 将第四季前形成的基岩 除高耸的岩石山地之外 大都掩埋于旗下了 老实说 我不太懂这些 你们一定都是无所不知的超人吧 有部美国电影就叫超人 是描写你们怎样完美无缺 而又力大无穷的 这是浪漫的美国人的幻想 我们不是超人 也绝非十全十美 和你们一样必须不断进化 当然 我们要比你们先进得多 我们的祖先和我们都对不断发达的地球人承担着某种义务 想对你们的某些人用心电感应来给予帮助 使你们的人种进化到更高的阶段 我们已经为你们做过许多事 不过你们不得而知罢了 那你们为什么不和地球上的各国政府接触呢 很遗憾 你们地球上的许多政府都被少数人占有 如果他们获得我们的技术 就会情不自禁想支配整个地球 我们绝不相信这些少数人能维持地球的秩序 他们连自己国家的和平都维持不了 怎么可能维持全球的和平呢 对了 我还想告诉你 我的妹妹在大学学的正是有关天体物理的课程 那里的情况我们知道 尽管那些课程过于原始和简单 但你妹妹无疑将是你们国家最为出色的天体物理学专家之一 孙少平还想问外星人一些问题 但外星人突然举起毛茸茸的胳膊 前后摆了摆 这大概是他们和人告别的方式 就转过身向另外那两个同类走去 紧接着 他们就钻进那个发尘光的圆盘中了 嗡嗡声越来越强烈 类似一种发动机加速的声音 飞碟下面立刻喷射出巨大的火焰 不 不是火焰 而是光芒 然后在短短几秒钟内就消失得无踪无影 接下来是一片黑暗 孙少平从草地上睁开眼 发现天已经完全黑了 夜空中星星在闪烁着 一弯新月正从山澳那边升起来 他心惊地一下子坐起 从头到脚躺着冷汗 他有一种跌落在地的感觉 发生了什么事 他问自己 刚才那一切是真实的 还是他做了一场梦 他肯定这是一场梦 他曾在妹妹那里拿过几本有关飞碟的书 里面就有许多这样被称作为第三类接触的事件 他多半是把这些类似的事件带进了梦中 可是 他心中又隐约地怀疑 这是否就是梦境 是不是他也真的发生了第三类接触 他睡了多少时间 他赶忙看了看手腕 发现没有代表 要是代表就好了 他可以知道是否丢失了时间 他记得他躺在这的时候 还是下午 现在天已经黑了 那么时间没有丢失 这的确是一场梦 可一切为什么又那样具体 那样有头有尾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作者 陆瑶 演播 杨晨 张震 感谢您的收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